这个是你放我那帮你藏的酒 完了 这个是你上课玩的游戏机 还有溜辣球 这个是你这一个月考的不及格卷子 我都给你签好字了 咱俩呀 以后就别联系了 各自安好吧 不是 你这个时候来 你是我能好不 再说了 你说话之前 能不能就是看看环境啊 再说话呀 哎呀 还看啥魂 你家以前我来多回 写作业还看魂 老师好 老师再见 回去 老师怎么还在呢 一直都没走啊 东来这都不是小事 这些事都可以过去 主要是你爸现在呀 他不光自己不学习 他还影响其他同学 我没影响啊 来 老李同学在这呢啊 让他说 有没有影响你 我 我不想出卖朋友 行 那一会我去你家 做个家访吧 影响 何止影响啊 还带咱们逃课呢 逃课 爸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 李叔啊 我爸他都干啥了 你爸呀 就带着咱们全体同学呀 到操场上跳街舞 不光跳 还让我们斗舞 那场面中来你不知道 老壮观了 满操场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 集体托马斯全悬 谁呀 看对我是心惊胆战的呀 爸呀 这多危险哪 光闪着腰的就六个 这我还没算崴脚的呢 爸你这是干啥呀 其实中来 我跟你说 还有一个事 你爸现在呀 是回了寝室就不睡觉 他不光自己不睡觉 他还影响其他同学休息 这个事绝对没有啊 这个我替老郭作证啊 你爸绝对没有 影响别的同学睡觉 干脆不让咱们休息 我跟你说 我爸他到晚上不睡觉 他又干啥了 他半夜还爱拉二胡 你说他拉个节奏慢的也行 他不得 他穿条那节奏快的拉 拉赛马 对不起 那赛马他慌快呀 你拉谁不轻不动的 你干啥呢 那个老师 你不知道 他拉二胡 得拽着我掩马 习惯了 我给你说 关键你掩马老像了 哎呀 行了爸 你俩可别闹了 东莱 我今天来没有别的意思 主要想让你劝劝你爸 爸 咱这样 咱现在回学校 把你那些东西 全部都收拾回来 咱别念了 不念了 不是 凭啥不念了呀 你还念啥呀 你都把学校做成那样了 你咋念呐 不是 你小时候比我还能做你 我都没有放弃你 怎么老师来一次加班 你就把我扔了 你 啊 我就不明白了 我就不明白 你上这个老年大学 到底是为了啥 为了你呗 不是 你咋跟你爸说话呢 啊 侄儿啊 叔得说你两句啊 啊 你爸因为啥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上这个老年大学 因为啥 我太清楚了 一来呀 我是学点高科技 跟我儿子啊 拉近点带狗 二来呀 我儿子工作忙 是不 我不想成为他的累赘 老李啊 你别说了 唉 儿子 爸知道你是个孝子 但你不能把现在 都放爸身上啊 尤其你现在 工作正处在上升期 爸可不能拖你后腿 爸不想成为你的负担 爸 儿子 放错了 爸有一些小毛病 以后爸改 行不 你再给爸一次机会 让爸爸的老年大学读完 行不 儿子 这回上学啊 我一定好好学 我做个好学生 爸做个三好学生 行不 你再给爸一次机会 啊 儿子 你就踏踏实实上班 爸保证让你没有后顾之忧 爸 行不 你不是我的负担 儿子是不想让你孤单 爸 哎呀 太赶 老师啊 我想替老郭说两句话呀 你说 其实老郭人可好了 他是咱们大家的开心果啊 那咱们爸要是少了他 那是死气沉沉了 他能给咱们大家带来欢笑 咱老年人需要啥呀 那就是需要快乐 老师啊 别让老郭退学了行吗 我一直也没说让郭叔退学呀 你说 你听啥呢 听差了 东莱 今天这是家访啊 真是太有意义了 我们也有考虑不周的时候 我们没有真正考虑到 老年人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内心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问题 回去之后 我们一定改教 对 谁有错误 谁就得改 对 儿子 再给爸一次机会 让爸把这老年大学读完去 爸 你怎么高兴就怎么来 我就说我儿子开头 说好了就好了 既然今天家访这么成功 我再上你家去一趟 老师啊 我儿子不带家呀 儿子 我得给你礼书去做证件 等我一会儿 爸 你可别去了 你得给李叔整腿血了 哎呀